2015年6月 作为某学院院长的张铁林 被踢报有私生女私生子 并拒认私生女的事实后 女儿张某随即起诉张铁林18年的抚养费 此事在公众间迅速引发轩然大波 在一年多的庭审后 2016年6月该起诉讼已经判决 长阳区人民法院判决张某胜诉 张某确实张铁林亲生女儿无疑 侯女士称 法院判决不仅让张铁林死前说辞遭打脸 她通过律师提出少付抚养费的要求 也没能得逞 经张铁林私生女亲生母亲透露 对于判决结果称法律是公正的 女儿14岁就联络父亲 要求父亲在办理护照的同意书上签字 马上女儿17岁要上大学了 当中经历了漫长的4年时间 另外张铁林已将18年的抚养费上交法院 与此同时张铁林儿子的生母姿女士 也起诉张铁林诉求法院判还儿子监护权 目前诉讼已经进行完双方交换证据的程序 将于9月29号在朝阳区法院正式开题 优酷娱乐整理报道